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早晨 歡迎收看這個馬迷早晨的環節 世榮早上跟大家大聲招呼 在跟大家說說第二場賽事 記住7.3分開跑 不是7.9分 因為跑了9場賽事 B跑道是比較平均的形勢 在五班的1200米 都是來欄的 如果你說有些馬 你覺得兩隻很大人差不多 選擇內檔一點就有些好處 今天就會講講我的四選 邊線馬和為何有些馬不選 給大家聽 還沒講之前記得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可以按下去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一起帶大家看看第二場賽事 記得下賽堅仔賽馬 還有星期三才可以和我和芝芝 一起做直播的時候 可以玩一下賽馬 看著大手星跌 立即帶大家看看第二場五班千二位賽事 第一匹就是 昨天有跟大家講過的雙藍旗 雙藍旗 其實就好像不是很厲害 你看到文家梁這些馬 二十分你都選 就是 通常二十分那些馬我都不選 他另外要選 多少因為前面那兩隻馬都率先已經贏了 金剛石那次 其實我貼上單T的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但是之後 極爽落了班再贏上去 之後這匹第二名的金剛石 再投影輪再出都贏了 用蔡明、邵武人訊、回飛、林翔 贏得幾乎 好攻勢之後 我做了重心長刺 和金剛石明一Q翻了 大家記得 所以這隻雙藍旗 和他一起過終點 即是說他都有 在這個泥地贏千二 很輕鬆 贏好攻勢的能力 不過這場就不是跑泥地 這場跑草地、谷草 不過不要緊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這隻馬 其實都叫做 略為脫開了少少少合金之星 精算赤炎那些 蔡若翰也沒有精算赤炎 也都不用怕 後面那些馬 今次他自己 潘明輝繼續有一個好當位 背上一個相約好的榜 也都繼續是潘明輝 透了一輪 其實你看到他沒有缺貨 只是可能他不耐操 這隻馬 我想他都應該好像金剛石 透了比較久 就有他的本領在 這隻馬我覺得都算是可以的 而且都一定好分的 上次也有二十幾倍的 我們很分的位置 都是靠他 如果他可以拍贏金剛石 極爽Q就好 大首星跌 大家還記得 所以不要緊的 單T中了回來 有連贏位置 我也覺得OK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穿運 就是這樣 你中兩條冷的金剛石 他也有 極爽他 雙南旗也有 那你才好 另外就是第二選 選了這隻古狼陽光 古狼陽光 一千的後上馬 上次追得好 你會看到我選了二十多分的馬 你會覺得很危險 但其實這場我想跟大家說 那些小碼馬更加危險 待會在邊線配腳 你會看到他們 這隻馬 今季其實也有跑過一千二 他又不是真的會跑一千 他說不行 跑一千二都已經五班了 跑到絕賽 輸了十一個馬 你要選 莫來拉不會飛 你說的 是的 我也這麼說 但是這隻馬 大家看看 沿途走三叠 然後兩次都是這樣 所以都是虧了位 谷草走三叠 真的很難贏 沒有那麼多隻維港奔流 另外就是 曾情千四 當然輸 也不是那些路程 爭情很難 接著再出千二 又黑仔 又抽十二檔 結果又說 班特麗 你不就是走三叠 笑他 可能在更衣室那裡 設計對白 接著休息一休息 被馬減了那麼多分 如果不操好 可能抽不好檔 就退役 誰知道這隻馬 不知道是不是 中了一些檔位鋼 女人希望中不手鋼 但是馬仔希望中一些漂亮檔 漂亮檔的鋼 但是中不了 中了一些 裂檔 古浪陽光這隻馬 其實 休息一會 我覺得他跑得好 因為這場不是覺得 大家記得 我有貼怪獸媽媽和萬事友 中了Q 我們一千塊很開心 但是你留意一下 這兩隻馬 都是放頭的 OK 兩隻馬彈掉了 後面跌 正算其驗 那時候還在 電子寶貝 都是後上的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馬的後上 除了電子寶貝是比較強勁之外 他懂得贏馬 其實大部分的馬 都是追不到的 都是追不到的 而那個場地 2月16號 就是情人節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 其他賽事那些賽果 不算大長途這些 在千二米 晉休自在 戰鬥英雄 甚至乎維港奔流 都是擺前走 在頭那幾場 比較好處 他大外當萬步速 怎麼追 一千位 縮情不是大了 不過也提供到最快末段 證明他有些能力 這次 繼續被 呂建威 繼續換了莫雷拉 讓他跑回一些他正確的路程 千二 會比較適合腳法 因為這隻馬 一千都是太短 而且也沒有賽程 五班千二 會比較好些 這次終於抽到六檔 看看莫雷拉 不要走三疊 求求他 應該是不會的 他說 偏偏君子 你們個個都買 我當然是走三疊 不是潘頓 怎麼贏 但是你說 不是 這些 沒什麼人留意 常常未交代 都找 呂建威 找莫雷拉幫幫忙 看看可不可以 騎高一點點 不要走位 走那麼壞 我覺得都是好事 這些馬 不是沒有能力 他只是 祭遇 運氣等等 都欠奉 他就像我 找女朋友一樣 需要一個機會 需要一個佳醫匯 所以 古狼陽光有 我就沒有 他有 不要緊 有莫雷拉幫手 看看他跑得如何 平山新星 其實就像金剛石一樣 你會見到 他的四象 全部都可以上名 谷草千二 鄭俊偉馬房 沒有花沒有架 跟金剛石一樣 你看到 你看 抽三檔 又可以 四檔又可以 外檔你撕掉 不好意思 都走進來 差點追到 有條Q 黃者奇兵和雪茄之友 又是擺錢走 我貼了黃者奇兵在外面追 那次大家記得 海誠千溫Q 但是 你也不要忘記這些馬 平山新星 他保持著可以 十四檔夠衰 填草千二 不要說了 譬如又是走進來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不要看太低馬房 又或者太過無視的檔位 或也好 你要考慮一下 馬行不行 馬行不行 就會這樣 什麼檔位什麼路程 都會走進來 就是有分 這次三檔 不知道可不可以 因為拼了這麼多次 不過他繼續好開 其實怎樣都要擺入四選 當然都希望他贏 蔡明紹也叫他幫他贏了金剛石 看看這隻可不可以幫他贏一場 山大斬馬有柴 不要收警告信 或者可能配合 可能有的全民強檢而沒有馬跑的話 馬會或者 跑少幾天 網開一面 又可能延遲了那個懲罰或者罰則 那就不用收警告信 不過我也是猜一下 收一些消息回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至於平山新星就要看 雪茄之右 怎麼都搶的 賀明年之前都黑仔 近年一次輸給王者奇兵 我貼了那隻湯之後 結果十二十號這些 十二檔 全部都是秋外檔的 腿都放到 夠快越來越快 這次好一點 就是七檔 早段走到 有機會回來 不妨考慮一下 這些雖然衝出 不要太介意 接著我們講一下 邊線配腳 講之前記得 支持一下這個頻道 看三十秒廣告的時候 自己記錄下 那些十一十八六 在堅仔創買APP上 按一下心心就可以了 如果不知道怎麼下載這個APP 上Google Play Store 或者Apple Store 就行 廣告回來再跟大家講一下 藍色的邊線配腳 好 邊線配腳這些馬 看到角取所需 真的很像我的名字 角取所需 上次走大外諜 希威森也沒有被韋達生氣 繼續被他騎 其實沒關係 那個九檔是有點難騎的 所以你看到平山新星那些 可以克服大外檔是厲害的 那向上游之後 藍海榮最騎也有飛的 不過就真的走外諜了 所以回不了 而好公勢可以保重到那條Q 其實可以證明這場水準 都是有回不了 而你看到 最重要的是什麼 好公勢跟角取所需的位置相仰 好公勢只是跟角取所需 差不多位置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角取所需是早段望空不到的 如果望空到衝多一點點 他或者是跟好公勢差無幾 可能過了他 那就是說什麼呢 那就是說 如果我剛才挑選第一的雙藍旗 這些馬 又或者是 雙藍旗只不過是輸給金剛石 而金剛石可以跟好公勢 一起跑 那就是說 這些馬 大底上有基本的作戰水準 你就不要太過看低它 OK 所以各取所需 可能試完一集 又好像百心之威 就是這樣 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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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都不出奇 可能會看看雪茄之後 在外面掛不掛 不掛就把它放 也可以的 因為休息很久 多少會有些體力在排氣 那有時候那些馬 未交代到 它改一下跑法也可以 這些馬 在統計資料上看 它暫時是處女馬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它始終是一隻PP 這隻PP在外地 贏過一千 叩個眼罩 今次雖然沒有 不过证明了短途可以应付 跑千二其实是对的 不要介意它落到五班才动手 这些是有机会赢的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四只其中一匹 你可以拔起它 放回各取所需下去 也可以的 再看看有没有马退出 或者哪些马培率太热 就放回各取所需进去 我都比较想把这只进去 不过暂时还没想到 先拔走哪只 倾向拔哪只呢 倾向都是拔雪茄之友 或者是古浪阳光那一类的 另外吉利大胜 这只马就同一场来的 同平山新星 你放平山新星在前面 吉利大胜其实次序上 都应该是这样的 在较后一些输三个多马位 那次它真的骑得对都没有 你说这些马都会有进步 还有它继续有个好档位 所以我都不会立暖飞去 它也是属于机会马 可以是平山新星跑错 你对的 那你就过回去 很简单的事情 大家不用想得这么复杂 它有好档位就容易跑得好 没有那么容易犯错 明山新星都不差 有个三档的 所以相亦 我会告诉大家 三至六名很接近的实力 另外就是船里多彩 没有泥地炮 唯有炮草地 真是惨了 远低于它赢马赢平分 贴了几次都不中 搞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贴 是不是好像追马那样 但是我有时觉得不重要的 那些马每次给你十几倍 我每次都是买WIN 不可以贴的 因为好像王者骑兵那样 我都是贴到第四次才WIN 大概有十五倍 OK了 我平注买都已经够了 不用原买多了 因为马不是一倍一的 这种 船里多彩都是属于这种 我明白石哥 好像马房 头马数字比较少 但是这些马落到五班 它多数有些优势 你查看它本来的头马 根本就不在五班 它之前赢已经是52分 那时候 赢印水指 你上个礼拜 刚刚星期日还在贴我 我买差点赢 所以根本这些马 三班1650 所以这些马 根本在五班就很凶 不过大家 常常想它跑泥地 就以为它草地不行 没有说马不懂跑泥地 你看到它谷草不行 是因为人家沿途三叠 大哥三叠怎样行 你得给我看 是不是 施加三叠 还要三叠知道吗 所以不行是正常的 公道一点 我们看看 这次八档 当然有机会再走三叠 但是 如果不是 What if 我们经常都说 What if 如果不是 如果你贴栏 或者有个洞给你 有个二叠三位有车档 事情可以很不一样 我没有要你赢 可能你跑过第二 那也好 这些马实是好分 不妨落了一班 考虑一下这些 所以我说 这场有机会爆 你为什么会看到我选择 1011 一些这么冷的马 就是这样 范围比较阔一点 投注上比较可取 可能是买单T 或者四年还好一点 因为你可以多扔几只 提升回报 减低你每驻的驻马 热门相对地 难点走入这三叠 至于帝豪精彩 这只马 试习挺好的 不过莫丹尼其实十一档 对他来说会难骑一些 因为上次一档 他很容易放出头 那天这么理前子 不是放出头 跟前走 结果雪茄之友 在前面走回 又差点赌 王者奇兵在外面 盖到他 以能力计 他还要输给平山新星 那些已经算弱了 你还要给他一个外档 除非改变配备 帮到他很多 否则都是累死他 所以十一档是难骑的 这些马接近不要 即是不选择 但未至于说我 未当他是边线 他多少有些能力 你就不要乱飞进去 休息了两个月 怎样都好一点 好了 先去广告 回来再讲 剩下的边线配备 还有为什么有些马 我可以画了他 讲一下无可估计这只马 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真是无可估计 千二米的马 我就经常说 你可以多给一些进步空间 这只短途年轻的马 这只四岁马 都是落班的 40分 上次你说 草地 就是千二米 黏地或者不适合跑 谷草 今转贵人强 升班都再赢 你说输给强手 OK 再之前走三叠 当你没有跑过 你看一下 十二档又难跑 走大外跌 你没有这些赛职 其实你想想这些马 上个季美书 那只刀 就抹了它 隔得太遥远 其实它是一心保处减分的 跟龚伯伸 我昨天说的那只 有些不同 就是它没有什么改配备 虽然这是欺诗马房 就不一样 但是我就很难会相信这只马隔了两个礼拜 就突然间变身 多数你要做些粗练 改一下 它现在要改到场地 但是表面的条件看来 十档就不算太好 而且里面也有些放头马 船里多彩的比较快一些 有机会顶到它三四叠 我是欺诗 就会减多两分 或者四分才会拼 不然一会 潘顿拼不了 加了两分 又上四班卡住 所以聪明的澳洲籍列马斯 都会这场看一看 他可能都试试马走三叠 看看输得远不远 所以不选择了 至于德福 这只马一直都没什么表现 叫做输几个马位 跑1200才死 对着这些对手都不强 这些已经是五班马 极爽金刚石 湘南拳还在 所以你输给他四个马位 是在说好档的时候 今次狗档 戴眼罩 给你放头 You first 你先走 给你先 你先走就不一定回来 眼罩帮助是不是真的这么大 拭目以待 不要介意他泥地输得远 有时候都说泥地和草地不同 所以 反而你应该要看看 眼罩帮到这马多少 这件事很重要 可能上次戴其他配备 不太适合他 这只不可以画 不过我当然不会选择 不会选择 这么清福那件彩衣 应该是 另外看到两只可以画的马是什么呢 小粒仔 五岁的 威力喜 我说我很少画一档的马 尤其是1200米 刚才跟大家说 我说1200米最重要是什么 看档位 对不对 一二三四档 你先看看右边 转一点 看位置 42%是 真的不太逼 马都能跑到 但是看上三甲 真的顺着排队 一二三四 去到五六七八 中间中后段已经是 九八十一十二 就是你看到 次序上当然不会十二重彩 一至十二这样排 大家看不看得到 什么叫趋势 就是不是澳门的行政长官 就是有一些trending 我们叫trending 有一些趋势就是 倾向去哪一边 倾向去哪一边 这些是科学数据 不需要争辱的 你和我条命都没得计 为什么会有保险公司 开到人寿保险的赔率出来 买多少赔多少 你不要说人 说车 车也没得计 计算什么时候有意外 我驾车很小心 我都不撞 为什么我要给保险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世上永远有得计算的 我们叫统计 那些就不是叫计算了 统计 统计出来的数据是真的 就是不用顾弄原虚 搞这么多无谓的事情 所以 信一下这些资讯 你会看到 大理上 去到中外档 都是二十多头的percent 在二三四档 接近三十 差无几 除了一档是有点好处之外 比较有好处之外 比较有好处 win也有多些 其实你将一二三四档的win加起来 都多的 都多的 跑差不多一百场 他都win了四五十场 所以头马就有贴到平山新星和双岚旗 应该是他们赢的机会大一点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威尼奇有个档位帮他 但是他真的太差了 太差了 档位帮不到你多少 最好那次输给月球 都是万步速 虽然月球升回再赢 但是人家再赢也是万步速 你已经一档轻绑 当时都是无限冬 现在的榜是一样的 电讯飞弹金光石 那种对手 虽然金牌没有了 但是也有双岚旗 刺一等的都还在 所以未算太差 不过你要输他们这么远 我就有些怀疑 你会一档帮到你多少 所以 头了五十七天 大家看看神操 多少都没有缺货 正正常常地操练 如果大家喜欢何良的马 就可以试 通常我就是不试的 你拿去吧 一年都是只有十几本 我当抽水算了 另外红尊闪耀 也是属于我画了的 他说上次走得挺好 输了两个几马位 那一场大家记住 是一千来的 而且就是我贴那一场 晚时有怪兽妈妈 比较慢步速一点 那些马塞了一九 所以在外面会追上来 但是要看着的 就是你看到他跑千二 抽外档 有班德莉这些大师傅 就骑得起一只马 背小三磅的霍宏星 手脚上通常比较柔软 就未容易很大力地吹拆 反而你看到这些四班 搭了深水减分 跌了深水的 你就知道 这次十二档谷草 算了 你放过去吧 如果我是姚本辉 我也心想 刚刚沙田 一只精准快车和聪明导弹 都是博到个第二第三 只有位置 算了 这些都是红尊闪要难赢的 设计对白 看看 究竟临墙这些马 外档又如何 好了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就有更多精彩节目 大家还未订阅频道朋友 记得右下角按四星龙珠订阅 一会跟大家送上其他节目之外 赛日亦会有直播 跟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这个马美早晨 我们晚点再见 拜拜